。 歡迎收看爸媽囧很大 親自要溝通 女男平等的时代早已经来临了 事实上这个时代上 社会上各个行业 职场乃至家庭 女性表现比男性优秀的例子 已经太多太多了 但是在情感上面的交往 还有很多人认为 男的就应该挑战 要比女的强 否则太没面子 今天我们就来挑战 这个传统的想法 良心平等意识高涨的社会中 女生在某方面 比男生优秀的例子必必皆是 但若女优于男这样的状况 出现在恋爱婚姻关系中 会是怎么样的情况呢 前年演艺圈闹得沸沸扬扬的新闻 大载恋分手 媒体猜测分手原因之一 即是女方太强势 男方受不了 而美国社会学协会 在年度会议上 发表研究指出 钱赚得比另一半少的男性 比较有可能偷吃 男人之所以偷心 有可能是为了恢复 受到威胁的性别意识 英国遗传学家 安妮莫伊尔研究指出 女生的平均语文能力比男生强 是因为女性的左右脑 都有反应情绪的能力 但男性只有在右脑处理 例如在一年有四万多名 大专生硬考的 大专院校英语能力测验中 平均总分成绩 女生明显高出男生13分 而男生赚钱的能力比女生弱 在家里的地位 也会变得比较低吗 今天就让我们走上街头 来听听爸爸妈妈 是否能够接受 这女强男弱的恋情 与其婚姻关系 可以接受 如果儿子有喜欢的对象 我们会答应 非常好啊 因为这样儿子相对都 各方面都比较轻松啊 非常同意这样可以 激起儿子的上进心这样子 会蛮担心的 因为我怕这样子会 儿子会造成他自卑的心理产生 如果你家的儿子 选择的对象比他还强势 又或者你家女儿的另一半条件 不及他优秀 身为家长的你会怎么看待呢 找个对象比你差 孩子的力是何苦呢 今天我们讨论的题目是 你比男强 李洋老师会开始问你 我们在比的条件究竟哪一些 现在社会上比较在意的 女孩子男孩子 比在一起的条件哪些 我想最简单的当然是比钱啦 比地位啦 比如像我这样的女生 就一定被认为很难交男朋友啦 为什么 或者丈夫啦 因为谁都不要做李洋的先生啦 这有困难 对不对 可是呢 我跟你讲 做李洋的先生有什么不好 我帮他承担了很多的重责大任 比如说我帮他赚到更多的钱 然后呢 我有的好的社会关系的话 我的情人 我的丈夫 我的男朋友 都可以一起享用啊 有什么不好呢 所以呢 其实聪明的男人 一定要找一个什么样 能干的女人 这个是过去我们的家训嘛 对不对 女人 好 那像杨艺师呢 你交女朋友的条件应该很容易啦 哇 那已经是过去事 因为我们这些人太小了 但是我想 刚刚我们VCR片子 有很有趣的地方 我常常会跟很多男士讲 聪明的男士啊 未来是女生比男生强的时代 为什么呢 我们现在需要力气的工作越来越少 只要有科技进步按一个钮 其实机器就能代替你男士了 第二个 女生在很多方面 其实他有优于男生的 比如说像语言 女生一天可以讲两万字 男生一天讲七千字 然后女生呢 左右开工的机会是优于男性 所以这个如果科技越进步 未来的时间 未来的时代是 女生会比男生吃香 女人的话越讲越多 我这个主持人位置很快 被女性所取代了 一定的 好 既然我们大家讲得都这么好 那我想我们还有多少人 知报的传统的观念 认为男一定要比女强呢 所以我们第一个问题挑战一下大家 你觉得男女交往 男方的条件一定要比女方来得优秀的 在你的观念还是这种观念的 请拿圈 男方就是一定要比女方来得强 有多少人还是抱着传统的观念的 男的就要比女的来得强 43位年长的观众还是如此 您是认为不必 但太太认为是 我想太太可能是在称赞您吧 不管怎么样 你认为不必男的比女的强 因为以我当例子 就是我有看到那个不需要 讲说那个女生那个大老 好像比较发达 男生都用左脑还是右脑 我忘记了 就是比较不用脑 像我就是啊 我都比较不用脑 所以我头发材那么多 不会掉光 像我当里长 其实说真的 我的工作差不多都是我老婆在做 我只负责 应酬 选你干嘛 选太太算了 我口号是一人当先 两人服务 我负责赚钱的时候他服务 我负责喝酒应酬 所以说大部分的工作都是我老婆在做 所以男女还是有不同的分工 我问一下太太 您觉得 男人还是要比女人强 我觉得说如果女生太强的话 我觉得 我觉得男生还是应该强一点 会比较好啦 女生如果太强的话 男生在外面怎么样 都不晓得啦 我觉得啦 如果说你比她强 今天来讲的话 她会不会有压迫感 我觉得会 会啊 我觉得她可能会 不大喜欢回家 我就觉得 她说这个老婆那么强势的话 我觉得她外面可能会 再另寻一位 我觉得啦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女生应该有点笨 不要太聪明 我觉得啦 那是我嫁给她到现在的经验 对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自己 会把自己放松懒惰一点 什么事让她自己去做这样子 装憨一点 对 男生不要学太多 像我老婆 有孩子的时候 如果我当初不要学泡牛奶 搞不好我就不用半夜起来泡牛奶 搞不好都是我老婆才弄 后来幸亏我没有学包尿布 不然你尿布就换我了 好 男孩超魅力 傅家军由手到轻来 她的家里的条件怎么样 一个是饭店的经历 出去怎么样的花费都是她负责 第二次又再接再厉再交了一个女朋友 她是富家 又是富家女 又是富家女 为什么富家女都看上你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自己 会把自己放松懒惰一点 什么事让她自己去做这样子 装憨一点 对… 男生不要学太多 像我老婆 有孩子的时候 如果我当初不要学泡牛奶 搞不好我就不用半夜起来泡牛奶 搞不好都是我老婆才弄 后来幸亏我没有学包尿布 不然你尿布就换我了 好了 问一下后面十四号的妈妈 十号妈妈 你是认为 还是应该男孩子 要条件比女孩子来得强一点 为什么 我是害怕说 就是讲比较直接是自卑感吧 因为我父母亲的话 我也会有压力 对 因为社会地位他们比较高 经济地位他们比较高 那我们只是一般的中等家庭 那对我来讲我觉得我会压力很大 你会不会把你自己的小孩愿意其他交往一个条件比他好的一个男生 女生 就是我也是你的儿子的话 对 那我觉得我建议是归建议 我会建议他说尽量找个就是所谓的门当户对 那倘若说他喜欢 那找又找了一个说 比如说富家女啊 那人家的设置金地位这么高啊 那当然我会 我还是会祝福他 就是说 不要假设了 我们来问问你的小孩好了 好不好 来 十四号 你的交往经验如何 我交过前那边两个女朋友 一个是饭店的经理 经理 当时你在做什么 我还是学生 你学生 你怎么会教到经理的呢 因为我 因为我 你学生跑饭店干嘛 因为我是球员 球员跑饭店干嘛 就是去外面比赛要住饭店 然后刚好住到他们家饭店 他们家饭店 所以他是一个饭店的女小开 对 然后他在里面做经理 然后你们就认识了 然后出去 什么样的花费都是他负责 他的条件你跟我们讲一下 他的家里的条件怎么样 他们所赚的钱都是交给我 那个女朋友处理 在工作方面也认识了很多的小开 然后老板之类的 然后就还有跟我讲一件很夸张的就是 有一个男的开宾室 然后后车厢赚个一百万给他 那你的后车厢呢 我没有后车厢 你的后车厢赚安全包 我只有一个可爱的淑女车 好 但是你们交往了多久 两年 两年 好 妈妈 其实当初他刚交的时候 因为我不认识他这位女朋友 所以我当初 刚开始我是有跟他 我建议他最好是不要 然后因为年龄也是有差距 对 你刚刚讲的时候会给他带来压迫 对 我就是担心给他压迫 给你 有没有给你压力 这个定义 我觉得这个比较有挑战性 你看 他叫挑战 挑战你什么 因为他做事的领域方面 都是跟一些那种大老板在一起 可是我会觉得说 我一定要比他强 为什么我不能比他强 为什么一定他要拿钱给我照顾我 这样子 然后我想要 又靠我自己 然后去赚钱给他 然后也是换我照顾他这样 所以你后来有照顾他吗 这两年 在他生日的时候就是 我很努力 因为我想赚钱 然后去打零工 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 然后才有一些钱 可以买名牌的项链送给他 很辛苦 对 很努力的 但是你跟他的 经济条件收入 还是差距很大 对 后来两年之后 还是分手了 为什么 因为他在国外 又认识另外一个朋友 那你也可以出国 那个男的 跟他年龄也比较相近 然后家里也是 一样饭店那种小开 所以你终于认为 妈妈说对了吧 还是 OK 所以你觉得你第一次 不是因为你们两个的条件差异 对 不是 不是 是因为什么年龄 不是 是什么 他爸爸 他爸爸反对 为什么 因为我还没当完兵 然后他觉得说要当完兵 然后有事业 然后就是可以照顾他的女儿 然后他觉得两个人才OK 他不觉得说我家里怎么样 他觉得我的有能力 养起他女儿就够了 所以你第二次又再接再厉 再交了一个女朋友 对 好 这次女朋友的条件怎么样 他接下来是富家 又是富家女 又是富家女 为什么富家女都看上你 我也不知道 他们觉得我比较单纯吧 好 好 这个女的条件跟你差距多少 他就是开跑车 又是开跑车 对 就是家里过得很好 就是不必让他就是烦恼 一些问题 然后他们两个都做一件很贴心的事情 就是我们出去吃比较高档的饭店 去吃饭 结账的时候他就会 偷把那个钱塞给我说 你去付钱 让我很有面子这样 你觉得这叫有面子吧 就是不要让他觉得说 都是女生就是在付钱 他就是替我想比较多 好 妈妈对于第二段的感情赞成吗 这个比前一段更不赞成 因为女生的差距比她更多 因为差了十岁 对 然后身高也有 因为那个是女模 所以她的身高有一百七十几很高 所以女儿子很喜欢挑战啊 对啊 因为她自己本身身高就很高 两次都挑战一个 所以她就找那种身高又高 然后又很有钱的 虽然你少分都二十年 可是你要想说那个压力会 我怕造成她心理上 有没有压力 有是有 可是我还是要做出来 让他们觉得说 我不是因为他们家有钱 这样子 这两段的感情 你到底在经营什么 你就是要努力挑战 我觉得是 你学到什么经验 因为他们的身边周遭的朋友 都是一些就是老板啊 企业家 就是接触的人会不一样 他们也是很年轻 就当老板什么样之类 他会把他们的经验告诉我们 然后也不是说 因为她家里有钱 然后要这样对待我们自己 我请两位老师 帮我们分析一下 你的这段膝盖吧 究竟是不是条件差异 还是只是她的挑战 我觉得很有趣 交男女朋友的时候 这些条件都不是条件 可是等到要结婚的时候 才是条件 对不对 可见呢 台湾社会 已经比过去进步很多了 以前的时候 连交朋友 都会被人家看不起 对不对 现在那个爸爸至少觉得说 你只要能够养活自己 养活他就 基本上不要太靠他就好 那么 我觉得这个 十四号的这个小男生 非常可爱啊 这是所有的那种 有能力的女人会喜欢的 你看她长得漂亮 对不对 然后 清纯至少 年轻力壮 对不对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条件啊 李昂老师很喜欢你 会 我觉得一个比较成熟的社会 下一步 等到你们年纪再大一点的时候 那个台湾社会就可以 接受说 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 在婚姻当中很不一样的时候 也OK的 可是现在呢 我倒有一个至理名言 要鼓励大家 就是说 女生比较强势的话 没有关系 只要你们不是在同一个 不是在同一个职场 或同一个圈子 比如我是个作家很有名 可是我的老公或男朋友 是一个企业家 或者是 反正只要是 不是同样跟我 有立刻竞争的话 这个其实啊 可以 就是可以OK的机会很大 那我们就看一下 五号的情况好了 没有 应该是说 我家算是小康家庭 然后也是家里面 有开自己的公司这样子 然后我前男友 他是有点像中低收入这样子 然后我们在交往的过程中 他又刚好就是奶奶身体不太好 然后就是很需要钱这样子 对 然后所以我们经济上就是 就是落差就是越来越大这样子 但你们是同学认识 不是 他是我大学时候的学弟 所以你们念的领域是一样的 大学的时候 谈恋爱 这段过程还好吗 这段过程 一开始还蛮恩爱的 就是会 就是学生嘛 都会东西吃西吃 就是吃夜市的东西 然后付一点小钱 都互相请来请去 会不会想到他家里的经济条件 比你家里差呢 一开始不会 因为他还是会 就是有时候帮我出一点钱 后来什么时候开始会了 后来就是可能交往久了 太熟了 然后就是他自己本身又知道说 他的那个状况不太好 就是有时候就在那边干 就说我好想要去泡温泉啊什么的 对啊 然后就温泉 那个旅馆都很贵啊这样子 就是我帮他付这样子 对 然后还有去搭那个立星的游轮啊什么 对 就是到处去玩 就是想要让他开心 所以你跟他的感情就开始变化了 对 就是他越来越变本加厉的时候 然后就是感觉就慢慢开始有点变了 觉得你是不是就是有什么其他的实心这样子 对 你觉得这段感情 你们的爱应该开始是真实的嘛 但后来你觉得你们两个的生活条件 跟教育条件的差异 是不是很大的因素呢 可能我家然后开公司 然后我妈妈做会计 所以他是属于那种头脑比较清楚 对钱会算得很清楚这样子 然后他家 他爸爸就是开计程车 然后妈妈就是市场卖菜 就是我们其实在平常在讨论一些话题的时候 就是会觉得好像有点跟他讨论不起来 他看的层面好像跟我看到的不一样 就是我会看到比较整体的 然后他可能就只会说 这件事好讨厌啊 就这样 你觉得女孩子的条件 如果很多方面都比男孩子来得优秀的话 这段感情还能不能够继续交往下去 除非男生有就是向前的 就是有在向前进 上进 对 就是有上进心这样子 所以你这个男朋友连上进心都没有 来 杨医师 当然了 听他讲起来 我有几个想法 第一个就是说他后来都感觉说直接话一点 就是好像是不是觉得男生在吃软饭 这种感觉 他就会让感情变直 就是对 Denis 邹琳 你的家的情人 是证明了 你在说你自己的交往的过程 有没有 比自己的条件来得高的 女孩子 我上一段感情 我觉得他的条件比我好一点 对 可是 我应该是说他的工作比较稳定 对 因为我蛮长一段时间没有在发片 那之前 应该说我的收入比较不稳定 那他是因为他是一般上班 所以他收入比较稳定一点 有固定的薪水 所以在那个时间 其实我觉得 我会觉得我比较不好这样 我刚刚满同意李洋老师所说的 就是如果你有结婚前提的 我觉得可以比较认真一点 去看待这段感情 就要现实的考虑 现实的考虑会多一点 我们听你后面13号 他就经历一些现实的考虑的情况 13号妈妈 作为你旁边的是你女儿 所以我们证明 这段婚姻已经成功了 但是开始的时候 好像不见得如此 告诉我们你开始的时候 是跟一个什么样的男性交往 我开始的时候是 我先生他是娃娃车的司机 那一个月是 就是薪水跟我差距 你当然不是坐在娃娃车上的人 对 我不是 我不是 你是 他一个月8千块 那我是在那个饭店当柜台出闹 一个月1万6 在二十几年前 你们怎么认识的 我是朋友介绍 那就是同事介绍 不过那个时代的时候 还是应该我们讲究社会上的一些观念 还是没有像现在这么开放 你没有看得到 他的跟你的生活背景 有个很大的差距吗 他是比较乡下人 那我们是都市人 那他的薪水也比较低嘛 你怎么还会愿意继续跟他交往 那就是我为什么 就是看到他有爱心 然后看他有一个负责任的态度 那就是爱 对 好 今天你的妈妈在这边对不对 妈妈跟爸爸对不对 对 我们在那时候先请她们加入一下 好 妈妈 你那时候赞不赞得女儿跟他交往 那时候我不清楚 不清楚 他起初认识的时候 不知道 我就不清楚 因为他没讲 那爸爸知不知道 他大概他也不晓得 因为我在那个平面媒体里 已经做了二十几年 所以我比较 希望我比较放过 那不在意 我不在意 而且他那个 装部又有很多的田地啊 也不算穷啊 我还没问到田地了 好 开始的时候 你们交往 然后父母亲那时候 真的态度是怎么样 就是妈妈非常的反对 那对方有来提亲两次 那第二次的时候 妈妈还是反对 那就是我们爸爸就已经 答应了 那我们就结婚 妈妈反对到什么样子 婚礼的时候 他到那个快要结束的时候 他才那个 出现 他才出现 门不当 酷不对 妈妈反对到底 对方有来提亲两次 那第二次的时候 妈妈还是反对 那就是我们爸爸就已经答应了 那我们就结婚 妈妈反对到什么样子 婚礼的时候 他到那个快要结束的时候 他才那个 出现 他才出现 然后就有一些心里觉得 没有妈妈的注释 后来出现宣布结束是吧 对 那你那时候感觉怎么样呢 非常的沮丧 然后就是心里就是很 不知道要怎么办 希望就是 我能不能请妈妈讲一下 她反对什么 好 你为什么反对 我也不太在意说 不是刻意地去反对他们 因为我女婿 毕竟不是我喜欢的人 谢谢你 到今天还是这样的吗 不会吧 现在也不错了 对 那就好了 对 你那时候觉得 他条件配不上你女儿吗 那时候好像是人眼的关系啦 并不是说条件好不好 好 任玉言 所以妈妈那时候跟她 不太对盘是吧 就是 也不熟啊 我跟她也不熟 当然不熟啊 女儿熟就好 我先生她是属于外形 就是说她的皮肤也比较黑 那个子也比较小这样子 那可能也比较 脾气比较不好 那妈妈呢 可能是怕我受苦 因为只有我一个 你最好别问 好 那对于婚后的生活 有没有影响 也会觉得说 不经意地讲出一些 伤害到她的话 我会想说 我也希望你的薪水 可以比我多 然后我也可以享受一点点 那种感觉 比如说账单来付的时候 她会觉得说 现在今天我要付 你要付 那个问题在这样子 她怎么回答 她就是 像我就是说 我也希望你的时候 她就 她有一次就发脾气 拿起那个电风扇 就扎下去 我哪里 我是不够认真吗 我哪里不对了吗 这样 旁边的女儿 女儿有看过爸爸妈妈吵架吗 有几次 在家里的时候吧 就是小时候就还蛮常 为了一些家务时的吵架 这样子 你现在看了他们的感情怎么样 现在很棒 就是其实爸爸妈妈的关系 改变很多 因为他后来自己有去考取证照 然后就是有当股票分析师这样 所以您现在先生的收入跟你比怎么样 整个家庭能靠他的 他现在收入就是比我好 那我可以去安心地去做那个义工 这样子 我让你问一下好了 也问你女儿 他跟你结婚之后 他自己的生活有没有很大的压力 他压力很重 因为他曾经跟我说 我好像把他当作卖生器 因为 因为我说一定要买房子 那他就要很努力这样子 我们两个都要很努力地工作 从早到晚 然后加班这样子 不要加班他也要 我们也要吃泡面 吃一个月 你有没有埋怨过 你自己为什么要嫁给他 有没有 稍微有时候会有埋怨的 有时候会觉得说 有一点委屈 那可是又觉得说 他也没有错 这样子 对 有时候我会埋怨 会觉得说 当初没有听妈妈的话 嫁一个有钱人 女儿你看到的母亲 是二十多年前时代的观念 男生应该比女孩子强 一定要嫁个有条件的丈夫 就还是条件比较好会比较好 对你来讲 对我们来说也是会比较有我 等一下 老师 我很好奇 那个十三号妈妈 你当时为什么嫁给她 你没有别的人追 所以只好嫁给她吗 还是你看上她哪一点呢 我觉得她很有眼光 她会看肌幽谷 我们看看她为什么当时嫁给她 因为我 我是人家介绍给我的我的同事 那我同事就一直说 她非常好 她非常好 可是呢 我就觉得她外形也不好 然后经济也不好 然后看起来家境也 虽然说家里有田地 我没看那么远 因为爸爸妈妈都是乡下人 这样子那种感觉啦 但是后来就是因为有一次 我看到就是有一只狗 她生病了 然后整个都是很严重 然后她就赶快把她送去医院 动物医院这样子 然后我就发现说 这个人还蛮有爱心的 然后我又看她对她妈妈很孝顺 那我曾经听过有孝顺的孩子 应该对她的亲人 应该也不会差到哪里 你同时有别人追你吗 所以还是不得不的选择 不是 我结婚三年才有小孩 我也不得 我也有同时有那个男朋友 人家很多人追 我有男朋友 对 大家挑了一个最有爱心的 是啊 对 这真的是像刚刚我们医师说的 是一个聪明的选择 因为你选一个很有钱的 搞不好回家对你家暴 对不对 所以啊 可是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 就是说经济情况比较好的 或者社经地位比较高的女性 你常常在这样的婚姻当中 不知不觉扮演那一个强势的 就是去笑人家说 你为什么不能够努力一点的 这个恐怕要非常避免 那个女主管不要把你的主管的脸孔 带回到家里来 把你的主管的面孔放在办公室里面 这个应该家跟工作场域要有所 所以杨医师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十三号妈妈 她的本身的比她先生的优越 最后促使她先生去追求进步 有没有可能 其实我想这一点是有可能的 第二个就是说 你看我们中外 我刚刚就闪得过好几个例子 我们很有名的像李安大导演 我们的郭先生 所以我们要做大人物 就是要娶个条件比我好的太太 换个方式讲 我老婆要是有钱的话 我现在就省一言了啦 你还埋怨她 没有啦 耶 来 我们听一听优秀谷 旁边的十五号 我呢 我之前是做个送货员 那我的女朋友她是大学生 那我只是个高中生而已 那我是在他们公司上班 那其实我当初不知道 那是她因为她从国外回来 才知道她是老板的女儿 她跟我出去送货 那这个感情是这样培养上来的 你也知道进水楼台先得月 你真的不知道她是老板的女儿 对 当初不知道 知道之后更高兴了 对对对 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 对对对 那其实因为压力也还蛮大的啦 跟她在一起的时候就是 她家里的对我的会觉得说 我可能是因为他们家里的有钱 然后因为钱的关系跟她在一起 因为她是属于百货公司的那个专柜的 你也知道 每个专柜人员看到我都会觉得说 你这个是因为 一定是因为钱的关系 你才会跟她在一起 那我家里面呢也是对于 就是会觉得说 你呢 放开一点啦 因为基本上应该是没有什么结果啦 对 那我也是看看 算了吧 那只能说走一步算一步 每个人都说压压力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自己那时候心里怎么想 其实我只是想说 有结婚的念头啦 跟她有结婚的念头 那说实在的 我只能说我当初真的是 只能说我真的是很拼命拼命地 努力加油地打拼 那我今天会跑到那个 因为我当初只是送货 然后再晋升到一个仓库主管 后来才当到一个业务主管 那这个 这方面人家都会说 你是因为跟她在一起才 晋升上去的 其实你在证明你自己 但是当初真的是我很努力啊 他也是说很努力 但是别人怎么看都会认为说 你跟她在一起就是为了钱嘛 对啊 那我真的也很苦恼 我也没办法说什么 但是基本上我是做给大家看 但是他们还是认为说 你出去一定是她付钱 那基本上真的 我出去都是我付钱耶 这没有什么好处啊 对啊 那我付钱啊 出去买名牌也是我付 吃饭我也付 对啊 那他们会认为说 因为他们不懂嘛 那我们两个相处 谁会知道呢 是不是 对啊 那我觉得他们都欧白奖啊 对啊 我觉得很奇怪啊 我出去我付钱 你有看到吗 那你不要管他们的人 就继续交往下去了 后来呢 就是可是我们就是继续交往下去啊 那他也是跟我讲说 他不管我今天怎么样 我再没有钱 他都认为他可以跟我在一起 但是真的是 周遭那些压力让我真的 我们两个喘不过气来 然后最重要的是 他老爸竟然为了 不要让我们在一起 然后把他 整个带到 因为他到那边开个公司 然后把他调到那边去 结果你知道他为了要见我 然后一个月大概 回来两至三次 可是呢 他基本上他 他只能半年或一年的时间 才能回来 他为了这个 然后一天跑回来 然后见了我之后再回去 我真的很感动 就这么一天 就这么一天 对 来回这样子 然后他回去因为他还要报备 他现在人在何处 他在一个非常幸福的地方吧 我怎么这么说 你还想念他 这个 所以你觉得你被社会的条件 这些压力 这些传统观念打败了吗 不会 但是我学到很多经验 而且还有公司的营运 还有各个的事 我们不要讲公司 我们讲你自己的感情 感情这条路上你学到什么 学到说就是说 可能要找一个真正 跟自己能够就是 一样一起成长的人 三号你交往的对象是什么 你认为你自己的条件怎么样 好了 应该是说我前一段感情 我前一段的感情 因为是在 我那时候是在事务所当助理 其实助理的工作 其实也一方面是薪资都比较稳定 调整薪资来讲 也都是比较固定的 那时候的对象 其实那个对象 其实也是刚好是跟我们 跟我们会计事务所 有在合作的一个事务所 那因为我们有一些工商文件 需要配送 那所以当中会请配送小弟 来我们这边做一些文件的收发 那其实日久申请 那跟这位配送文件的这位小弟 就日久申请 也是事务所的人员 他是小弟 对他是配送文件的小弟 那因为配送文件小弟 其实一见即愁 所以他的薪资其实相对比我低 我们算是半同居的状态下 我们只要出去的一些开支 跟生活所需 都是由我这边来做 那他一定很吸引你了 对 或许他的个性外向吧 他的活泼外向吸引了我 对 所以那时候我跟他交往的过程当中 其实一开始他还蛮大方的 那到后来是渐渐的不出两个礼拜 就开始慢慢地曝露一些原形出现 那那时候其实我还都甘之如矣啦 对 那是慢慢地渐渐交往了将近五个多月吧 才后来发现有所觉悟 那又加上说自己家里面 只有只剩哥哥在 因为我爸妈早逝 所以只剩哥哥在 那哥哥后来了解之后 也觉得说 这样的男生不行 没有未来 所以也是一再阻止 不希望说我在这样的感情 继续投入下去时间跟青春 你接下来第二段的感情呢 就是已经步入所谓现在的婚姻状态 那这段婚姻来讲呢 你先生跟你的条件有些差异吗 在学历来说 其实没有什么差异性 那只是在于说在于个性上 那因为我先生的个性 是比较温和木娜型的 比较不擅长言语 之后一段时间是差不多在 去年的时间我向我先生争取的 我要做业务的这个工作 你知道其实房屋中介的薪资 其实都还蛮高的 那我们那时候除了底薪以外 其实还有一些所谓的奖金部分 那虽然我在房仲的时间 没有待太长两个月的时间 不过这两个月零的薪资 当然回去会很开心的跟我先生说 我这个月零的薪资还还蛮高的 那很不巧的是 我哥我先生那时候出来刚创业 那有淡月之分嘛 所以薪资比较 他创什么业 他是从事水电方面的工作 水电 开水电行 对 水电 他是水电工 所以你的事业在起飞 对 我是 他的事业在开创 对 然后他的收入开始明显的比你少一些了 对 相对 而且他每天守着那个店 对 你在外面开拓你的生活 对 我在开拓我的业务生活 很开心地开拓我的业务生活 他开心吗 他当然不开心 因为他在冒血汗 所以变得会有增值 因为我薪资再高的时候 我就会投入更多我的时间在工作上 而他就必须为了我而付出他的工作时间来陪伴家里面 所以今天你来征求我们怎么处理掉你这位先生吗 不是吧 不用啦 我自己先处理掉 所以你感觉到你们现在的生活 因为你的自己发展跟他的发展不一样 这又是一个另外一种例子 他正在婚姻婚后 你们想彼此相爱 这没问题吧 没问题 所以感情没有问题 但是他们两个似乎在拉带自己的差距 梁老师 我比较觉得 所有的婚姻都需要适应 你找不是这样的一个男人的话 找别的的话 你也要适应别的地方 对不对 所以这个男人何况不是像刚刚我们前面听到那种 吃软饭的对不对 他基本上还是很上进的 那么给他时间对不对 我同时我们不要自己都有那种公主病 觉得我们都要嫁一个有钱人 郭台铭 或者是说很容易 我们就可以在那里吃香喝辣的 我们只不过是很平凡的女生 我有一个女朋友 哇 那个男生不只不结婚 而且所有的事情都是要靠我这个女朋友 我那女朋友都还做得很快乐 因为他觉得什么 他花了钱 买了人家的陪伴 对不对 尤其刚刚在3号跟13号 他们有提到 有两个东西我想要提的 第一个呢 就是说 其实在我们 在所谓的男女的感情曲线上面 它是呈现一个叫做U字型的曲线 这个大家也有一个正确的认知 就是在做很多是年轻 因为我们开始有感情交往 天雷 沟通 地火 你一定是看人家一举一动 哇 都好迷人 好浪漫 那个指数一定是很高的 但是真的常常到结婚以后大家知道 那个喜欢的指数会下降 因为你柴米油盐这样触查 然后你会发现到哇 大家距离靠近了 就开始呦你会 袜子会乱丢你还会抠鼻子 等等的习惯 那个东西是不管你今天是谁的状况比较优 没有 这个是都会出现的 如果你要愿意去经营的时候 那你就要学习比较能包容 我们比较能体谅甚至互相有良好的共识 而且有那个愿意 像刚刚李洋老师讲 因为走下去那个心 它才会反转上扬 我们还有十一号 那本身也有两段经验 那一段是发生在退伍之后 那时候刚开始找工作 那可能因为跟朋友出去玩 然后认识了一个贸易公司的女主管 那他当时因为没有工作 那可能就是每天找工作 然后早上的时候就是会载他去上班 那上班的时候他可能 因为他坐在我后面 然后可能有时候就会塞个五百块 一千块塞在我口袋里面 然后有时候偶尔就是口袋里面 也会写一张小字条 然后就是给我加油的话 对 然后那时候就觉得 心里会觉得很自卑这样子 他跟你条件差异多大 因为他一个月 一个月薪水也有四五万块 那当时我刚退伍 然后又没有学历 他可能要找工作 你可能会想要说 我可能要找一个工作 薪水要比较好的 可是自己没有什么才能 对啊 那压力就很大 你觉得路边单就吃得饱 对啊 那可能他吃个冰 又要吃他跟大使 那我 他跟大使比我一个便当 还要贵好几倍 对啊 那我根本 每个礼拜都这样吃 我也吃不下去 真的 所以后来没有办法 后来真的是没有办法 我们刚刚讨论很多 但其实为什么 我们不这样子讲呢 如果说 女孩子或甚至太太 条件比我好 我会感到很光荣的 有没有这种观众 你会感到很光荣 我不是在那边 一直觉得我被压迫 女朋友条件比我好 我觉得很光荣啊 他条件比我好 然后我们俩继续交往 你觉得答案是是的 我的女友 甚至我的太太 我的交往的女性对象 条件比我好 那我觉得我很光荣的 请拿圈 我们的太太们也可以回答 我们的太太们也可以回答 人数是少了一点 十四位年长观众员 二十一位同学 你跟太太都认为就是 觉得太太比我好 其实是光荣的事情 我是觉得啦 太太能力好一点 能干一点 不要给她出去外面 在家里就好了 当我的闲内住 赚钱老公来去赚就好了 你这个表扬方式很奇怪 对 就跟那个 那个三号 三号讲的一样 你看她也有同感 你女生在外面 能力太强 赚太多钱老公会担心 她的立场跟你不一样 来 三号你讲 你不能介绍吗 你觉得太太比先生 先生应该感到光荣啊 来到你觉得 就是先生要比太太强 先生不觉得光荣啊 因为先生狮子座的超爱歌 超有自尊性的 你的自己的例子 对啊 我自己 我自己先生就是狮子座啊 所以他自尊性 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人 所以重点是 增结在于男人做不到 所以他才埋怨女孩子 也可以这么说啦 当然他也希望说 也算是个激励自己的 一个方式 所以女人真委屈 真的 真的 比男人强也不行 比男人弱也不行 对 真的是 梁耀老师对吧 来 高太太 真的 我觉得真的很委屈 像我先生你看 我真的看不出来说 他连说拿个存折 去不管是邮局 还是说银行 他真的不会存钱耶 他真的不会耶 真的 他曾经 带我小朋友去看医生 然后要抽号码牌 那个星光医院一定要抽牌嘛 你要等着检验说 譬如说在放射科 他要照骨科 然后你是不是单子 医生开单子 你是不是要拿去那个放射科给医师 然后等他叫你 对不对 结果他有办 我说不然你在那边等一下 我下去楼下逛一下吃个东西 你在那边等一下 结果我逛了超 吃个东西逛一下 差不多三四十分钟上来以后 你们两个怎么还坐在这边 还没进去啊 在等什么 不晓得啊 人家比我们慢来 怎么 怎么都进去了 我们怎么还坐在这里 就是他 高群连看个音箱也不会 做到我的头真的很大 就是他有办 我说不然你在那边等一下 我下去楼下逛一下吃个东西 你在那边等一下 就我逛了超 吃个东西逛一下 差不多三四十分钟上来以后 你们两个怎么还坐在这边 还没进去啊 在等什么 不晓得啊 人家比我们慢来 怎么都进去了 我们怎么还坐在这里 就他单子忘记给那位小姐了 他单子要给那个小姐 他永远排过到他们 对 尝试也不足 我想说 这个要怪我以前那个老板 我那个以前老板他 有手机的时候 他只会打 盆子会收 我说那你怎么那么会赚钱 我有钱可以请到人啊 所以我就想说 好 我会付责钱 其他的交给我老婆 所以那高太太我问你 如果在你谈恋爱的时候 当然我不是指高先生 任何的女性朋友 你在谈恋爱的时候知道 你的对方条件比你差 不管他未来会如何 你还会继续跟他交往下去吗 会耶 因为我觉得说 我觉得说 其实那时候我刚认识他的时候 其实我自己赚钱能力 也不小 我还有六位素了 但我会觉得说 只要一个男孩子 我觉得只要他肯上进 不要说你是好吃懒做的 这种这种样子的人 我觉得只要他肯上进的话 我觉得我们不管怎么帮他 我都愿意 你将来的小孩 你的女婿 你最在意他什么条件 是他的家事教育条件 他的爱心 还是他的生活能力 最在意 豪文比较好 豪文 最在意 我觉得说 比较不用受苦 我觉得说 应该就是 他要有长进 然后就是 他的薪水稳定 这样子 对 然后他 怎么讲 就这样 我觉得这样 比较不会吵架 我觉得 上进 对 十四号妈妈 你呢 我觉得 你现在还是 还是主张 女孩子交往的时候 男孩子的条件 要比女方来得优秀吗 最好是 因为 我说实话 我不太希望说 小孩子有一些 让他有那种压力 当然 他自己会觉得说 我交一个条件 好一点的女孩子 对他来讲 他会比较激励他 有一些上进心的话 当然 我不反对 就是说 以他自己为主 那我们只能给他意见 当然最好是 所以你的儿子 接他来 再交往男朋友 女朋友的时候 当然他已经有两次了 他再交一些富家女 你态度怎么样 建议最好不要啦 那我还是祝福他 你自己呢 还要再找这样子的女孩子吗 我现在这个女朋友 好 已经有了 恭喜你 他现在怎么样 他是学一学美容的 所以他跟前面两个 我觉得不太一样了 就是不是那么多 可是也是有固定的收入 然后薪水也是蛮高的 然后家庭也是蛮OK的 这样 你很会为你的后半辈子打高奖吗 然后就是 他将来如果一辈子都比你强 你介不介意 我是觉得说 这我该检讨了 所以你觉得你将来 要怎么样跟他比 比什么 你们两个 我觉得我再苦啊 再拼啊 我至少要有一家温暖的家 要有一个家 然后有车子 有房子这样给他 我觉得是最OK 可以固定 不要把他饿死 然后 就是让他有半吃这样子 有过正常的生活这样 稳定就OK了 但他有些条件比你优秀 你也不会太介意 对 五号你呢 你们将来找的对象会是什么样子 你现在还会找一个条件 比你比你差一些的男孩子吗 最好不要 你要找什么样的男孩子现在 有上进心 有财富吗 财库 不要从我这边拿财就好了 所以你觉得男女条件差异很大的 你觉得这种感情不会幸福的 我觉得人只要肯学的话 就是都有话好说 可是我之前那个他还蛮 其实他还蛮大男人主义 然后又还蛮固执 就有时候我会说 怎样比较聪明啊 然后结果他就会不高兴这样子 对啊 就是你不懂啊这样 所以你相信男人大部分是有大男人主义的 他们很在意的自己的太太不能比自己优秀 你跟三号是一样的 十三号呢 妈妈你自己的感觉呢 要看这个人真的是有没有前景 他是不是认真 我觉得孝顺父母真的是很重要 你的自己结婚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你一直怎么鼓励你先生去平衡那个 他先生可能内心的一种压力感 怎么去鼓励他能够跟你平起平坐 甚至最后他也能够超过你 然后你们两个能维持感情的和谐 告诉我们你的经验 虽然就是说现在比较苦 可是将来我相信我们可以很好的这样 这句话讲来已经不容易 因为重新嘴巴讲起来 我们感觉到格外的真实 宽容跟支持 你真的做到了 真是不容易 来 林昂老师 我觉得今天最感动的就是看到十三号的妈妈 我刚本来要记她说 她是不是架不掉 所以只好给她 那个找一个不如自己的 可是显然不是 她看到的是人性当中最好的优点 对不对 而且呢 我觉得她自己在这个当中学到容忍 这个本来就是 不容易 基本上 对 真的 好 谢谢 谢谢 然后我的 我很重要要告诉年轻一代的女性 那个现在的话 你要找一个那一种什么 把房子 车子都给你准备好了 再去结婚的男生 机会实在不大 因为社会这么难赚钱 对不对 所以看到的应该是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条件 她是不是那种不断去给你外遇 然后因为她自卑 她不如你 她就一直不断的去表现她的自大的 大男人的部分 如果那个男人是这样子的话 千万要不得 可是如果是可以鼓励的 可以在一起的 即便她赚的钱比较少 她能力比较差 然后可不可能有一种女主外男主内的 这样子的家庭 像西方国家 她们也盛行得很好 刚刚讲的李安 对不对 这个都是下一步我们可以努力的 来 其实我想呼应刚刚高太太讲的话 就是说 我想男女之间 有时候在一些机缘或是状况之下 太太会比先生优秀 女生比男生优秀 这机会现在太多了 但是并不因为说 太太优秀了 先生就再次强调 应该吃饭 应该没事情 第二个我再次强调 什么叫做去荷兰的哲学 你就刚刚以11号的例子 就很清楚看到 如果说对方很有钱 但是他不出钱 又要叫你去吃那么贵的东西 那你就可以衡量看 你们两个再走下去 你会不会很辛苦 他会不会很辛苦 有减入涉意 有涉入减难 所以这个你目前就很重要 可以用从GOTA去就可以知道 你们两个是不是在一个 对等的天秘形下 走下去你就会很 生活上面就很实际 感受到双方还有很长的路 可以走得下去了 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 从男女的相比较开始 不过我相信现在在座 我们50年年轻朋友 你们相信将来女孩子 会比男孩子更强的举手 好 看来我们大家都开始接受了 这个女强一男的时代 如果听完今天大家的讨论 你应该了解到 男与女会有很多的比较 或很多看不见的条件 可能比看得见的条件 来得更重要 祝福您 再会 谢谢 谢谢